夏天的時候外界的就溫度很高 身體就比較容易燥熱 所以綠豆是降火 退火的一個好的食材 對 那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我們運動少 那因為這個乾燥 我們這個氣候都是叫做冷而乾 濕而熱 所以因此這時候 比較容易所謂的喝水等等的 就怕說是有水分寄居 在身體裡面造成水腫 所以冬天是吃紅豆 是沒有錯 而且這個冬天手腳冰冷 比較怕這個循環差 所以要補血 所以也是紅豆 所以其實是中國人 台灣人這個習俗跟這個搭配 是對的 幾千年來沒有錯過 所以這古法是OK的 OK的 經得起 現代醫學考驗 對 可是為什麼說 拉肚子的人是不可以吃綠豆 是嗎 因為綠豆比較冷 寒 綠豆比較寒 比較冷 是 對 那今天王明勇也有帶來一個 綠豆的料理 好特別喔 我先跟大家 對 很特別 這個一般外面 你很容易買到沒有錯 但是外面買到太油 所以綠豆糕是不是 很油 綠豆糕很油 我今天做這個 你看這個早上跟我女兒 兩個在那邊揉揉揉 甚至壓模子來 你們做出來是黃色的 黃色的 這個就我跟大家講它的材料 老師 你這一道叫什麼 這叫茶油綠豆糕 我不是用豬油喔 我用茶油 也不是用蔬油 我用茶油 用苦茶油 所以我只用三杯的綠豆仁 綠豆仁 我們可以買綠豆仁 綠豆仁 用兩杯半的水 泡兩個小時 泡兩個小時 泡軟 直接放到大插電鍋裡面去蒸 蒸半個鐘頭以後 那我們就趁熱放一杯的 我是放那個原色冰糖 再放半杯的茶油 那這樣子直接 就像陳平在這裡了 我就一直壓把它壓碎 趁熱把糖跟油把它壓碎 壓碎以後 這樣子就是圓形 像各位 我們要吃那個綠豆碰 就是這個樣子 對 這裡面包紙 就是我們這樣做 我們使用茶油比較暖味 所以冷才不會太涼 保護我們的衛冕膜 那我就用模子 像我女兒用那個做點心的模子 好合果子喔 就把它壓一壓 壓起來 所以我們今天吃的是 你女兒做的 我跟我女兒一起 在早上我們就趁熱把它抹 那我女兒就把它壓模子 那我女兒就突發奇想 它還中間有夾線 你們看到 對 有 它有夾 我本來沒有想到 好像也是豆子 不是 黑糖 黑糖啊 它夾了 把它黑糖粉 我們就把它直接 放在中間 趁熱把它壓下去 那剛好融化 剛好融在裡面這樣吃起來 特別好 而且不膩 因為外面的綠豆碰都好膩喔 代替豬油 外面的綠豆碰 熱量非常高 用茶油的話 它滑順的口感保持 而且香氣非常的好 很健康 而且這種的話 我們現在那個 林業實驗所在研究台灣的 原生種的茶 這個茶素 茶油把它富裕 就是我們上次也是王老師講的 那種茶油 也好 苦茶油 是非常健康的油 對 它這個茶油是綠色的 不是一般我們看到 那種褐色的茶油 它是茶葉的茶子的油 不是苦茶子 苦茶子比較大顆 對 這個口感 還有味道比較不一樣 這是茶葉的 對 茶葉的茶油 不是我們那個苦茶 你看王明詠老師的綠豆糕 跟我們一般市售的綠豆糕 顏色差好多 對 市售的有經過 還有一個 你看那個 它經染色 你看那個油膩度 你看那個油的油 有沒有 表面那個油 千萬不要忘了 在食品添加物裡面 一滴綠色的 它就會變成了綠豆糕 對 我們的芋頭那個 但是我要承認 市售的綠豆糕也很好吃 對啊 是很好吃 味道不同啦 但是用豬油 味道不一樣 裡面夾豆沙 那這個油膩 這種油膩滑潤油的感覺 你可以像我是用半杯的茶油 如果你想要再油一點 感覺再油一點 茶油再多一點 因為茶油多一點比較沒有關係 我也滿喜歡吃市面上賣的綠豆糕 那剛剛看到這黃色 我想說味道會不會少一點 可是不會 吃起來 不會一樣 你覺得那個油脂的部分 應該很像動物油 可是他用這個苦茶油 就茶葉油 茶油 不是苦茶油 茶油 對 其實不舒服 而且王明詠這個沒有染色 對 好健康喔 其實在綠豆的料理 我最喜歡吃的叫做綠豆碰 綠豆碰 對 那個綠豆碰裡面 它如果說是完全是這種綠豆 也就是說像這種顏色的綠豆碰 我就是怕油太多 如果說今天他用這個 自己用茶油來做 那不得了 所以以後他們如果把醋油 換成茶油 換成茶油更好 王老師 現在是帶綠豆碰給我們吃 可以 用這個包 當餡去包 那他女兒要前十天 就要開始做了 開始揉麵了 要發麵頭 然後他女兒好了 我們今天已經吃很多了 好 我們到目前為止 你們綠豆吃的話 有一些禁忌 還有禁忌的 然後太愉快了 還是有禁忌 也還是有點想吃 還是會吃太多 吃到已經不管禁忌了 真的